欢迎回来 卫生部再有好消息 我国全日出院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添一例 这名出院的病患是我国第13宗确诊病例 也是第一名大马患者的妹妹 她赞扬政府医院给予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大马人应该以此为傲 女患者出院前娓娓道来治疗经验 她坦诚自己不曾入住政府医院 她当时无法接受自己是确诊患者 也担心家人和孩子的健康状态 她在吉打亚罗士达中央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将近两星期 如今康复出院得以和家人团聚 她感谢政府保护大马子民 也感谢医院的医护人员细心照顾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我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为22人 18人已经全日出院 目前还有4人留意 与其他人在一起 还要不断的人 本期 纸巨尔 但一直在一起 葬营 冲伏 老板 都在一起 冲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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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伏